哈囉 大家好 今天還是今年呢 很開心中秋節 終於跟我們已經喬了很久的 愛上新鮮合作啦 今年首度在中秋節提前聯名合作 我們現在要來開箱我們的豬煮給大家看 讓大家中秋節可以烤得很開心 豬肉煮的是超級豐富 而且菜色看起來更多了 我們小隻煮的就是比較小號的 組合有前面這一段 那後面這個干貝啊 青魚啊 白蝦 跟我們這個醃豬肉 就是你買大煮的裡面會增加的品項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直接來開箱 實際煎給大家看 我先看到一個很吸睛的 松阪豬居然給整片 現在這個超缺貨 這個原料超缺貨 我覺得給的是整片喔 這個呢 我們簡單的沿烤完切片 就非常好吃 就非常好吃 接下來呢 我們來煎豬五花 還有我們的梅花豬肉片 梅花豬肉片就屬於肥瘦比較均勻的 大概像這樣子 油花很均勻的 各半 就你不喜歡那麼油膩的人 這一塊肉是非常好的 在烤肉的同時他們還有這個貢丸 他們這個貢丸看起來很好吃 把它擺旁邊慢慢烤 那我們的豬五花差不多 我們來上一點烤肉醬 豬五花這個部位我覺得非常適合包菜 我們這邊還有水跟蔬菜 我是很愛吃菜的啦 所以我的菜都會包非常多 這樣你就不會覺得 我今天好像吃很多肉 都沒有吃到蔬菜 好 像這個鹹豬肉呢 其實它是熟的 我們退冰完之後呢 只要把它烤得夠熱 然後表面夠焦 我覺得就可以了 充分加熱就可以 啊你不要沒烤耶 沒烤的話不好吃喔 你退完之後還是得要烤一下 或者是把它煎喔 恰恰 蔬板豬的時候也是一樣 反覆的翻面就好了 那我表面如果稍微的 有點微焦微焦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切片 再下去回煎 蔬板豬現在齁 你在菜市場要買到整片的也不好買 因為這個很缺貨 來 你看一下這個麵 哇 金黃酥脆 非常漂亮 又是那個垂涎欲滴的感覺 這個時候就趕快先來吃 完全沒有豬腥味 它這個蔬板豬品質非常好 蔬板豬就是有個脆口的感覺 然後油花又夠 這是幫大家挑的這些豬肉 品質都很好 好 我們接下來來煎 他們醃好的調味豬肉 這個是用梅花的部位下去醃的 然後切得非常厚喔 像這種醃好的豬肉的部位 就非常適合包廚師 生菜都很適合 尤其是吐司 鹹豬肉的部位我們來剪一下 還不柴喔 我這樣剪就有感覺 非常嫩 很軟 看一下它的橫切面 好 這鹹豬肉我們就搭配 蒜片 或者是蒜苗 這樣子 在上面 這個油脂 很香 我們的梅花肉排也完成了 你看這個滴水的程度 這個肉汁很讚 太大片了 我要剪一下 吃給大家看 這調味也非常好 重點是很軟啊 接下來呢 我們來煎我們的去骨雞腿排 那雞腿排一樣喔 這個都已經處理好了 你只要把多餘的水分吸乾 我們就直接下烤盤 還有我們的雞腿捲 爆漿雞腿捲 直接下去 這個雞腿捲喔 跟夜市的不一樣 因為你在烤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 這個就是真的是一整張雞皮 下去包雞胸肉 然後很紮實的感覺 你等一下吃就知道了 我跟你講這個雞腿捲 比夜市好吃一百倍 這個爆漿雞肉捲 完成 你看這個顏色 剪開給大家看 我真的強烈建議你吃這個啊 要非常的小心 因為真的是爆漿的 我來擠給大家看一下 很紮實 我真的為了這個雞肉捲買一整套 我個人啊 就是為了吃這個雞肉捲 好不好 這個雞肉捲一定要回去自己煎來吃吃看 最後呢 我們來煎一下海鮮 他們這個干貝呢 也是日本干貝 不是合成貝喔 干貝呢 不要煎太久 除非你想要表面是很焦香的 像我是比較喜歡吃深一點的 直接來 真正的干貝裡面要一絲一絲的 簡單調味就很好吃 這干貝可以 這個買大煮光這個干貝就三四百塊 滿足 接下來是我們的超大片青魚 這個大小的尺寸應該算是大號 直接下去煎 先 這個超厚的青魚我們煎好了 馬上試吃 尾巴幾乎是全部沒事的 這個品質喔 真的是好啦 不在話下 我在挑選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我這個不要那麼小吃了 因為這青魚太小吃 煎起來肉很薄 那不油 青魚越大吃越油 今天呢最後非常開心 這次可以跟愛上新鮮合作 那讓大家可以用一個CP值很高的價錢 買到很不錯的肉品 再來 今天你們看到的所有烤肉的組合 都是免運的 然後還可以超級 超級方便 有任何的問題可以資訊我們 然後我們會給你愛上新鮮的客服 我們的客服也會回答你 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在這中秋節烤肉塊也烤得 可以很開心 一家烤肉外加香好不好 中秋節快樂 掰掰